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中美关系的走向备受关注 当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声音 呼吁中美两国管控分歧 务实合作时 也有一些人在散布危险的极端竞争言论 认为只有打败中国 美国才算是取得成功 不久前有两名学者扎克·库珀 哈尔·布兰兹 探讨了中美竞争的多种结果 包括美国对华让步 互相妥协适应 毁灭性全球冲突 不过这两人偏偏认为 只有中国治理方式失败时 美国才会赢 这一观点无疑是想将中美竞争 推向零和博弈 是极其危险的 美国外交政策发文 驳斥了两人的观点和论点 认为美国不会永远占据主导一位 也左右不了中国的命运 并且列决了几点原因 其一 中国重新崛起 中美经济 科技 军事实力差距 逐渐缩小 这些都是现实 考虑到美国的力量限制 共处和力量平衡 或许是美中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状态 其二 美国的施压改变不了中国 中国未来的变化 可能是来自内部压力 其三 美国的欧亚盟友并不可靠 他们并不愿意帮助美国打败中国 其四是美国经济胁迫中国 只会适得其反 比如科技制裁只会加速中国自主化 而一个虚弱分裂的中国 只会破坏全球力量平衡 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文章最后表示 中美竞争性共处才是更现实的选择 也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更有吸引力 实际上有关中美关系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 合作强于对抗 对话好于对立 中美双方应该寻找 化解和管控分歧的办法 实现双赢共赢 换言之 中方已经亮明态度 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 求在美方一边 外交政策在文中提到 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 一味对抗的危险性 因而更关注如何管控竞争 以找到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 该篇文章发表之际 拜登也举行了其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 拜登表示 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将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同时绝不允许中国在其任内 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强国 可以看到 拜登虽有提到不对抗 但并未致力于管控竞争 甚至还打算始终力压中国一头 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大国 和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与竞争并不奇怪 不过中美之间的竞争 应是良性竞争 而非你死我活 零和博弈 任何极端竞争 零和论观点都是危险的 拜登扬言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 但正如外交政策这篇文章所言 美国不会永远拥有主导地位 美国也无法左右中国 美国也无法左右 感谢观看